大家好,我是明仙 小朋友都喜欢吃的拇指生煎包 其实在家做就很简单 外酥里嫩皮薄鲜大又多汁 一口一个真的太够饮了 首先准备200克的猪梅花肉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把它切成条,再切成小块 最后把它剁成肉末 不喜欢用手剁的可以用角落鸡脚 全部切好放入碗里 接下来给它调味 倒入一勺生抽蚝油 一小勺盐,鸡精,适量的胡椒粉 再准备适量的葱姜水分 多次倒入肉馅里 每一次都用筷子搅拌均匀 使肉馅充分地吸收葱姜水 加葱姜水就能去除肉馅的腥味 又使它鲜嫩都汁 把它搅拌至完全吸收水分后 再切一些葱花 全部切好后放入肉馅里 再倒入三勺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葱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锁住肉馅的水分 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半斤的饺子皮 取一些肉馅放在饺子皮的中间 再像包包子一样的把它包起来 封口处要捏紧环子肉馅露出来 我们一个一个的把它全部包完为止 平底锅里倒入少许食用油油热 放入小包子煎 一个挨着一个把它全部的放下去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煎一分钟后把底部煎至金黄了 然后倒入小半碗的电浑水 后盖小火焖煎5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撒入一些黑黑的白芝麻 迷人的小葱花 哇 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底部是金黄金黄的 这样我的拇指生煎包就做好了 出锅装盘子里即可享受美食了 这样用饺子皮做出来的生煎包 外表酥脆里面鲜嫩都汁 做法简单一口一个 孩子特爱吃 如果你喜欢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 拜拜